好,那各位就是想要來補習的同學們大家好 那我是第104級家要的學生 那我現在就讀那個大學四年級 那我想跟各位推薦一下就是高原補習班這個課程 就是麒麟曜師的課程 那其實在那時候大三的時候 我就是找了蠻多間補習班就有去試聽的 那其中就是台南來說比較有名的 就是白老師、黃老師跟麒麟曜師嘛 那之後我會選擇麒麟是因為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很類似的一個很簡単的笑話 就是我們大家第一階段要考六科嘛 藥理藥化然後生藥藥分以及生物藥技學 那大家都會戲稱說 沒有啦其實國考只有五科而已啦 因為大家根本不知道藥化怎麼念 那當時呢就是我有聽到大家就是學長姐啊 包含就是以前畢業學長姐啊 他們都說過就是 麒麟曜師的藥化部分是教的非常的好的 那那時候我就抱著這個想法就來了這邊 拿來試聽然後真的發現說 這邊的藥化的課程啊 就是在教起來會跟學校老師教的感覺差的蠻多的 就是他會講到很多就是 就是你完全沒有想過 藥化可以這樣念 藥化可以這樣讀 然後他會讓你就是對於這個科目來說 變得比較沒有那麼的陌生 而且念起來也會蠻有趣的 那而且老師在上課的時候就是 我覺得他比較活潑動一點 那比較不會讓我就是精神 温散啊注意力不集中 就是我是覺得這點是蠻好 因為不管怎麼樣上課就是要打起精神還要好好上課 那我覺得那個琴靈鑰師在這個部分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所以我會推薦就是如果想要補習的人 可以來參考看看琴靈鑰師的課程 那在試聽結果之後再決定自己好不好 那我個人是蠻推薦的 那這邊來稍微講一下我自己個人的一個讀書的計畫 那在讀書計畫的部分呢 我會就是將課程主要先分成 就是讀書的部分以及準備考試的部分 那因為課程是我們是要先自己念 也就是說在準備考試過程中 你要先想辦法先去讀一些書嘛 但你要在讀完書之後才會去了解說 這個部分我到底是可以還是不行 或者是熟悉度與否的問題 那所以說呢我個人來說 我是會建議先念書先念一些書 就是先把老師上課的課程中 老師上完課之後回去複習 那把該階段的老師的所有的課程都上完之後呢 我們才開始進行考試的準備 包括像模擬題的練習 然後壓時間啊或者是幹嘛的這些行為 就是我認為是在讀書後就要做的 那在讀書來說我建議啦 個人建議是先從藥理藥化開始 就是因為我們考試的順序是先考完藥理藥化 再考生藥藥分最後考藥劑生物藥劑學 那我建議就是各位就是考生 就是準備應考一些國考的各位同學 就是可以先從藥理藥化來念起 就是讓自己的大腦就是有那個考試的順序這樣 一路下來先藥理藥化然後生藥 然後藥物分析然後生藥學最後藥劑再念生物藥劑這樣 就是剛好一個過程就是我覺得這樣的安排來說是比較合理 因為而且畢竟藥理藥化就是如果你先念好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最最容易忘記也是最困難的部分 如果你能夠先把這個最難的部分先挑戰完的話 那我認為你在之後準備接下來的考試的過程中也會變成進行的比較順利 那另外一個再來是寫模擬題的部分 那我個人是會希望就是在做每次模擬題的時候都要自己去記錄一個時間 因為真實在考試的時候其實寫一份考卷是非常感的一件事情 那在考卷在考試上來說就是要理藥化就是每一個科目通常都是寫60分鐘的時間 那因為我個人是考了那個在考試的過程中 我就稍微去記錄一下我自己的時間其實是非常的感的 那在藥理藥化我光就是第一遍寫完就其實已經花了40幾分鐘 然後生藥跟藥分也是花了40幾分鐘 那在藥劑生物藥劑的部分我更是就是寫完之後剩餘的時間是不到10分鐘的 所以我建議各位就是在準備考試的時候可以就是稍微注意一下自己應考的時間 那尤其是最後一顆藥劑生物藥劑 因為生物藥劑在計算上來說是非常就是需要比較多的計算 那你也會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進行就是演練 所以那希望就是各位在練習就是模擬題的時候就是能夠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時間 那能夠盡量加快的部分就盡量進行的加快 那之後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不管大家聽完我 那我的推薦之後會不會想要來就是請這邊上課 然後我是覺得盡量要因為這邊畢竟真的是我覺得教的還蠻不錯的 那就是希望大家是能夠循序漸進去念書 那老師教什麼老師提點什麼那上課的部分就是要好好的認真的注意去聽 那雖然國考是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就是有照著我就是剛剛講就是上課的時候能夠好好聽 然後老師提點的地方都有好好的助記下來 然後回去好好的複習然後好好背誦的話 我想這個就是想國考對你們來說應該不會是一個太困難的挑戰 好那就我的就是介紹就到這邊為止 那謝謝大家了 謝謝你 就是我的頭小聲